尤其是這種廢核的行動 德國的製造業就曾經揚言要出走 華爾街日報也有一篇社論 題目就叫做能源危機 德國製造 講這個energy crisis so made in Germany 那現在再加上一個要廢燃煤 我們就可以想像 在德國製造業恐怕反彈得非常的激烈 可以請我們請談一下 就是說對於這種廢燃煤 廢核來講 德國的整個經濟增長率 國家的競爭率 都會受到什麼樣的一個衝擊 基本上任何一個國家 它的產業如果要能夠發展的話 一定要非常穩定的能源供應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那很顯然的 現在在歐洲的大電網之下的話 你德國如果電不夠 你可以跟法國買 它是三個電網 但是你跟法國買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種東西 你要看人家臉色的事情 總是不穩定 當然這一次我們講說 它要廢燃煤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 對我來講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因為現在燃煤在污染上面來講 它並不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現在有所謂的超臨界 USC 超超臨界 就是我們把那個燃煤 燃燒之後 把它的溫度拉到600多度 燃燒之後 第一次的懸浮為例沒有燒完整 回收再燒 所以它現在超超臨界其實燃煤並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燃煤就包括在燃煤的超超臨界的這樣子一個技術的話 那不只是德國 日本 美國 包括台灣 也在用超超臨界 就是基本上它並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在燃煤的這種污染控制的科技方面 再加強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更好的方向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我個人從這樣子推銷 我覺得會不會在明年這個巴黎峰會以後 巴黎峰會以後所謂碳會 碳 排碳本身它的價錢它是非常高的 就是碳會 就是我今天減少排碳的話 它是有價的 我可以把碳會 在碳會市場上面去做更多的交易 那個對德國來講的話 如果有碳會的交易的話 它說不定它是一個經濟的收入 可以跟費燃煤這個中間取得一種平衡的作用 要不然的話 不是那麼樣子可以理解